最后跟各位讲的就是雷电 雷电基本上也是跟所谓的静电感应 跟所谓的放电有关系 然后呢空气的上面的一些分子啊 云啊这边磨来磨去啊 然后呢它就会有带电 那云层带电之后就会跟地面起了静电感应的作用 所以地面也会带电 那当然带来叫做异性电 当你的电荷积聚太多太多的时候 电压就会够强 就会使这个正负电接在一起中和起来 然后就产生所谓的闪电 所以闪电就是一种正负电中和产生的强烈放电结果 正负电中和 然后呢因为放热空气膨胀 所以听到雷声 所以看到闪光听到雷声 看到闪电听到雷声 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雷电就是一个正负电中和的结果 那有个东西叫做尖端放电 那原理国中不管它 就是比较尖的地方 这里特别容易产生放电 特别容易引电的东西 叫做尖端放电的现象 所以千万不要在一片空旷的地方 变成最突出的那一根 因为那一根就特别容易被雷劈 你会尖端放电 你会尖端放电 所以呢 闪电时要离开空旷 避免在高尔夫球场 一片平坦 就是独立树 那棵树很危险 很容易就被雷劈到 因为它最突出的那一个东西 然后避免撑闪使用行动电话 因为行动电话有天线 有人是说那个行动电话 天线不会引雷 可是我个人是怀疑 因为它原理上就是容易引雷才对 不过没关系 撑闪不要特别签 特别签就对 然后离开游泳池 不要靠近窗户 远离电话 避免一些引线 都避免别人把电引过来 到进到 我的家里面有个影响 就曾经打雷的时候就跳掉了 把电就烧掉了 因为那个雷电引进来 就把他发现是烧掉了 就烧掉了 所以 那小事情记一下 这就是避雷针 中文叫做避雷针 可是原理上应该叫引雷针 就是在建筑上 都是一根尖尖高高的凸起的 容易尖端放电 就告诉我说雷请来打我吧 要把雷打到这个针上面 他再引到地底下 有一个电网 把它离开 让这个雷就不会打到房子 不会对房子的损害 就打到这根针 然后引到地底下 这个雷网 这个他有个电网 把它弄到进入了就好了 所以原理上 他其实叫引雷针 他不是说我在这里 雷就不会来了 不是 我在这里 雷来打我吧 雷来来打我吧 打我就好了 不要打在房子上面 只有所谓的避雷针的现象 OK 来 请写课堂练习 但是 好